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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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怎么是你 你醒醒 小姐 我记得刚才有人拉了我一把 可我现在怎么会在这儿呢 这是哪儿啊 宋谣 这是我的名片 有任何困难可以打给我 谢谢宋先生 难道是他救了我 是 少君 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 你怎么拿脸色那么难看 出什么事啊 我刚才又看见小成那个贱女人了 小成 怎么可能呢 他跟踪你来的呗 我一起追下 我就想开车吓他 我发誓我真的只是想吓一下他而已 撞到他了 差一点 差一点就撞到了 后来 宋谣出现 把他给拉 给拉走了 宋谣 嗯 宋谣他看见你了吗 我不知道 应该没看见吧 李娜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再看见小成那个贱女人 千万别理他 懂吗 你如果撞到他了 不管是撞死或者撞伤 对我们都不利啊 我就是气不过嘛 你都已经叫他滚了 他还来纠缠你 你说他到底存的什么心吗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有机会纠缠我的 依我们现在的地位 根本没必要把时间花在他身上 懂吗 嗯 我知道 我自己都快被吓死了 好了好了 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啊 我们现在回家 好不好 嗯 哎 你去 谈的怎么样啊 他们肯和解吗 你老公出面当然没问题了 解决了 嗯 我就知道我老公是最棒的 回家 你醒了 你没事吧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哦不用了我没事 刚才撞你的人是谁啊 我不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反正我也没受伤 就不要再追究了 谢谢你救了我 我该走了 哎哎哎 这个包是你的 刚才掉在地上 东西洒了一路 你看看一面掉东西吧 不用了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谢谢 哎哎哎 对了这张纸上 写的是我公司的地址 这是你的吧 是有一个好心的唐阿姨 她知道我需要工作 她说她的亲戚在这儿 让我来试试看 唐阿姨 她让你来找什么工作 收发室的行政助理 收发室的行政助理 这工作已经有人做了 没关系 本来我就没有抱着很大的希望 谢谢你 你就这么走啦 完全不争取一下吗 你可以说说你的优点 积极地说服我 或许你可以 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对不对 或者说你还想再回去 做红酒销售 你 我还记得你 你 不记得我了吗 我记得你 只是我没有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遇上你 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在想 也许你是来找我的 怎么 怕我心怀不轨所以有缘 不是 那现在正好啊 我们恰巧又遇上了 也算得上是有缘 不如你在我面前替自己争取一下 或许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份 非常好的工作也说不定 来 坐 好 这么巧啊 你说上次救你的 就是宋氏集团的总裁啊 是啊 我上次拿到他的名片看了一眼 就扔掉了 我也不知道会再见到他 华姐 怎么说人家也是救了你两次 你们两个还真是很有缘啊 对了对了 那个总裁长得怎么样啊 帅不帅 是四文型的 你都不知道人家什么年龄 还这么多问题 也对啊 总裁肯定年纪很大很老了 算了算了 得了吧 人家年轻着呢 真的 那帅不帅 帅不帅啊 我怎么知道他帅不帅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人家是总裁 哪能容易见到的 年纪轻轻的就当了总裁 首先呢 他一定很有才华 其次呢 一定是很有钱的 华姐 不如你就跟他交朋友啊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找工作了 你胡说什么 本来就是嘛 对吧 美美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成华姐 是那种靠男人吃饭的女人吗 要是她愿意啊 她这些日子 也不用那么辛苦了 不过那个宋先生 好像对你有意思啊 美美的提议我赞成 对吧 好了不逗你了 那你的工作怎么样了 她说帮我看看她公司 有没有合适我的职位 不过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 还是安心找其他的工作吧 太可惜了 如果你可以在宋氏集团上班 一来你有了工作 二来你跟那个宋先生 又能进水楼台 说不定 嗯 说不定啊 再过一阵 你就成了总裁夫人了 你们两个怎么又来了 是不是欠揍啊 哎 如果能爱上总裁夫人的一巴掌 还能沾点贵气呢 你还说什么 那我就让你先讲啊 来来来来 你还说下啊 还说 你看安心 突然从大